优雅优雅 如果再说平板只有iPad和其他 就是你的不对了 安卓平板也开始卷性能了 全新OPPO PAD 2三件套 一起来开箱 我们先来开平板 来打开 看我玩的技术 平板取出来 洗吧 卧槽 这个金色的围里有点好看 来吧 做传技能 我转一分钟 这个视频先不用拍了 先来说一下外观 它这个金色是维尔的一个摄像头 一圈一圈往外发射的 这三边都是弧形中框 放笔的这一端 做成了圆弧加直角 整体也是比较轻薄 这个金色真的挺好看的 开机了 来感受一下边框的宽度 屏幕大小为11.61英寸 OPPO特意做了一个7比5的比例 显示面积相比 常规比例平板提升约10% 无论是正常显示还是分屏 都能显示更多的内容 但是看一般的视频 上下的黑边就会更宽一点 2.8K的分辨率 显示效果还是非常细腻的 配备了四个 度比世界显示和度比全景声 看片追剧肯定特别爽 最高还支持144Hz高刷 无论是日常使用还是玩游戏 都非常丝滑 处理器这次也是上了天玑9000 算是目前安卓平板天花板 非常够用了 KTOW的键盘保护盒是这样的 通过触点吸附之后 后面也吸上 这不垂垂小电脑吗 再加上全新升级的OPPO Pencil 娱乐和生产力你就全兼顾了 虽然现在我还不知道价格 但是产品真的很不错